一千块钱可以玩多久 今天田哥告诉你们 可以玩八个小时就没有了 大家好我是田哥 我是小小 小可爱 你下次不叫小小 人家都说你叫小可爱 对不对 其实你是越看越可爱 人家人爱 就像香花一样 汉堡又放 是不是 要抓紧时间 小小小抓紧时间找朋友了 其实你找到一个中国的朋友 那是很开心的 去我们中国渔游观光 在我们那边 那个交通工具是很方便的 坐火车 坐汽车 坐飞机 可以到我们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好吃好喝好玩 云南你去过没有 云南我没有 大连泥江香沟里了 西双版了 现在我们中国那边在泼水街 很开心的 泼死一生 幸福一生 就是说 我把你的衣服给你泼死掉 你就很幸福很开心 但是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来你们这边渔游 也可以逛逛 有哪些地方好玩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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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乐啊 吴奇名啊 还有那个沙巴 消费高不高啊 高 高 很高 我们 待一千块可以玩几天了 一千块中国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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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星期吧 其实只要在 越南里有越南的朋友 不管你贷多少钱 就是说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 就是说高消费 第二种就是低消费 如果 就是说 田哥的朋友小小 带着你们去玩 他会讲中国话 会讲越南话 然后就是说不用请翻译 你在这个地方请一个翻译是300块 嗯 这里面越南 我们中国人请一个翻译是300块 还要管你们吃 管你们住 还要自己有交通工具 出去喊一个小车嘛 估计也叫好几百块 一天了 那也就是说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可以玩多久 今天田哥告诉你们 可以玩八个小时 就没有了 如果你是穷有 可以玩两天三天 像田哥这种 有越南的朋友 帮我们带路 我们简单的喝一点咖啡 吃一点自助餐 就是估计玩个五天 平均一天200块 但是田哥在这边是早上过来 晚上回去 晚上就在我们中国住酒店 在你们这边住酒店很贵 对 这边住酒店基本上就是说 我估计最便宜的都是40万50万 40万50万相当于人民币多少 乘以3 40万就是120块 50万就是150块 如果是住星期酒店 住好一点 那就是200多万300多万 1000块钱基本上就是三天两下 就玩完了 然后人家喝咖啡 人家喝奶茶 人家吃什么水果 那你就看着人家吃 对不对 所以说中国的朋友们 现在天气有一点的 我们过来这边 我们还要有防塞的东西 还有那个就是说胆袖T恤 等等这些装备要准备 还有防塞的这些太阳帽 不然的话你在这边 没有我们那边方便 你在我们那边网上买好了 你就可以过来 在这边你语言不通交通不便 再加上这边的天气 这边的天气是很炎的 这个小妹妹天天就是穿着胆裙 在T恤上 如果你穿的全副武装那种就不行了 所以说在越南这个地方 它主要就是说 玩 吃喝玩 这边就是三宝 就是说越南最有名的 咖啡 还有香水 这就是越南妹妹 还有白茶 越南朋友 全个就是走到哪里 哪里都有朋友 其实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 来你们这边和你们做朋友 欢不欢迎 欢迎 欢迎你到时也带着去玩 听到没有 好 我们今天去哪里玩 你想去哪里玩 我就带你去哪里玩 我们出来跟着田哥走 到处有朋友 我们就是吃喝玩乐 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 开心快乐每一天 但是每天都必须 就是说吃好喝好 开心是最好 跟着小小走 跟着小可爱 我们走遍越南 好不好 好 帮田哥翻译一下 就是说 住酒店 人家不会坑我们 像我们中国人在这边 去坐摩托车 他要坑你 你去买水果 他要坑你 你只要一开口 他就要坑你 我在那边买鸡蛋 沙巴 买鸡蛋 你们越南的朋友 去买就是 五千一个 五千越南斤 相当于人民币 一块五 但是我们中国人去买 就是一万越南斤一个 三块一个 十块中国钱买三个 所以说以后 认识越南朋友 会方便很多 对不对 好了 今天简单跟你们 介绍到这里 百天我们有时间了 去你的家乡 去你的村子里面 去你们乡村 去走一走 看一看 走进大志南 看看你们原始的 那个山山水水 好不好 好 欢不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的 欢迎大家来到你的家乡 去你的家乡 去砍山砍水 砍风景 好不好 好了 今天就跟你们讲到这里 欢迎中国的朋友们 祝福你们 幸福快乐 祝福你们的家人 幸福安康 好运年年 发大菜 拜拜 拜拜